看小视频学大语文 叶 叶最早写成叶 古文字用树上长出的树叶的样子 表示叶 由于树叶又扁又薄 所以叶可以隐身表示像树叶一样 扁平的又扁又薄的意思 叠 叶就是用石头做成的扁扁的容器 如蝶子 或者像蝶子一样的东西 如蝶片 飞蝶 叶就是一种扁扁的虫 如蝴蝶 枯叶蝶 叶作为叶子的意思单独使用时 为了强调它的植物属性 又在上面加上了草字头 写作叶 后进漢字简化 写成了叶 只表示树叶 如枝叶 叶蚌 再次散发 与后面加上 剥叶 一种扁扁的 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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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